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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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宁在今天是打一场双打 但双打的这个能力和单打还不一样 就是说双打比赛的过程当中 它不足以完全体现个人的整个的这个技术水平 对 它要求的技术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 这个双打的这个球呢更需要细腻 在发球和接发球这两个轮里头呢 更要对这个球的一种旋转的理解控制力 就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手法 因为它在发球接发球它都是半台 所以要求呢我们就是要对球的这种控制力 发球的这一方呢尤其难 因为对方是站在半台上接你的发球 你没有更多的变化 所以在这个时候对发球运动员来讲的话呢 是压力是巨大的 所以在我们挑边的时候 开始比赛 漂亮 哇 漂亮 精彩的速度 对 在我们双打开始敲边的时候 谁发球和谁要哪一边的情况下 一般来讲都要接发球 但是在单打的时候 我们都一般先要发球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双打的发球难发 因为接发球更占便宜一些 更占主动 感谢观看 加油 丁宁 用一个假动作 缓了一下对手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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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我们看到这场双打 两人水平的 都非常高 罕亚兰和这个刘高阳的配合 以及金宁和上楠楠的配合 都又有些相似的地方 曹王 6-9 双白 永远 之夭 现在这场球啊 武汉安心1%是占据主场的优势 二呢 今天呢 北京也没有快出最强的 这个出场阵容 所以武汉现在呢 从整个形式上 是非常小的 因为它这场双打 如果一旦拿下来之后 刘诗文将会对李嘉元 这个是一场比较上风的球 所以这场双打的第一局 也非常的关键 就看冯亚兰和卢高阳的整个配色 总体两个队 我觉得总体实力差不多 这两个双打 就是看谁 有些相近 对 看谁在处理球上面 更合理一些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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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这球 给的质量不够高 哎呀漂亮 这个球胆子很大 反拉 侧线反拉 其实这个球发球质量不高 滑出台了已经 这就是高速平衡动员 在应变的这种能力很强 这就是高速平衡动员 在应变的这种能力很强 十五十一 加油 擦网 可惜这个球出台了 其实这个 帝宁这个球发的质量很一般 这个球已经拉起来 这个球有点可惜 线路打的还是对的 嗯 双打主要是就在 发球最发球上面 大家要做足这个 发球最发球的文章 好 这个不好 这个球 球太高了 太简单了 而且还随便送入正手位 丁宁站在那儿拉 这个球 加油 红亚兰的侧身 拉直线 刚才已经冲了几个了 这一局里头 确实对他自己的侧身 正手拉球啊 非常有信心 他也有 真有数 他也真有数 命中率很高 这样14比12 红亚兰刘高阳 先拿下了第一局 比赛呢 打得也非常的紧张 这个比分 很激烈 嗯 双方运动员 打法风格 包括搭配符合的季战胜 都很相似 对 对 都属于旋转质量 比较高的运动员 但这一局呢 我觉得这个丁宁呢 是确实打到了 几个搏纱球哈 而且是这个非常高水平和 质量的这个球 但是这种球 其实要少打 因为这种球 相对来讲的话呢 你的把握性 并不很大 像刚才那种倒地反拉 这个要求太高了 所以他尽可能还是打一些 相对于把握性更大一点的 但是能够 互相的衔接更快一些 给彼此创造更多机会的 这样一种球 不要这种实在没有办法的 这种这个搏纱的球 这样打的这个会没有把握的 对 多打一点 相对来讲正常的一些球 不要打这种非常被动当中 还要去打出超级波的这种球 这种这种压力太大了 所以丁宁在这场比赛当中 他必须要有一些砂板的技术 因为他和盛丹丹的配合 盛丹丹的整个杀伤力就弱一点 主要以相持为主 所以丁宁有时候 他得打得更凶一点 他得打得凶 嗯 好错 好错 哇 这个球虽然得过头了 对 这球机会不好 而且呢 他整个找的这个点 拉手的时间已经有点晚了 顶住之后是很难发力的 好错 好像整体感觉这个冯亚兰和这个刘高阳这一对来讲 这个配合的好像更务气一些 这个丁宁跟盛丹丹两个人都有一些好想一愣一愣的 就像我们打球好像他不是很很娴熟 他转的也不是很快 一愣一愣的打球 说明他们平常配合可能配的也不是很多 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2016年拼朝联赛 女子第一阶段第18轮的比赛 这场比赛之后呢将会产生女子在第一阶段18轮90场比赛当中的四强 将会在29至31号在安徽合肥进行平常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总决赛 这是个组定曲的失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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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征 Said 肃丹丹 竟敢 守战丹 还是要多给定人創造一些鸡腿 鸡腿 第一个尽量的不要自己失误 第二个给冰宁多创点机会 这就是他的任务 他就完成了 剩下就是冰宁来了 对 反过来讲 刘高阳也要给冯雅兰 多创点机会 就是他需要控制 但是刘高阳的质量还是蛮高 是 质量蛮高 但是最后一把正手的杀伤力 还是冯雅兰得分率比较高 那倒是 所以他也尽量去加强自己质量 同时也给冯雅兰创造 正手杀板的机会 拉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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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到目前来看 丁宁跟盛丹丹 他们俩的误数一点多了 其实对方也并没有 有很强的这种杀伤力 但是自己失误过多 还可以再打得稳一点 还可以再稳一点 现在每一板球都显得这么敏感 其实这球完全可以再重用一些反过去 跟您反手的底线长球 拉起来得分了 10比8 8比10 好球 这样双方在前两局就打成了1比1 稍后将会进行双方这场双打的七分制的决胜局 稍后见 金利M6手机提醒您 精彩赛事 稍后就来 我这手机内置安全加密芯片 做人做事 安全第一 内置安全加密芯片 金利超级续航手机 M6 M6 Plus 中国禁酒提示您收看周末精彩赛事 热爱女排精神 相信中华力量 华晨汽车 中国女排官方合作伙伴 中华全系优惠 最高2万元 现实抢购中 想要痛快 那就继续 跑得比痛苦还快 赶超自己 赶超10K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平朝联赛 这场第18轮 双方第三盘双打的第三局 其实这就是一个经验问题 你看刘高阳这正手 本来是在手上的球已经在进攻了 你没必要这么着急 你把球拉着拉转就够了 对 对 终于在拔死力 对 感觉就是太急吼吼了 对 现在最重要是命中率 你看这种球率 对 停顿一下 踏一拉 对 是有把握的 不用太着急 现在在七分制的时候 也相当于金球制 就是你看谁能够先上去 谁能够保证一定的质量 对 谁就能够得分 对 对 现在防守最难 对 这个质量不一定是一板过 不要一板过 这个时候用个七八分的力量 尽可能有一定的质量 打好落点 因为双打的落点很重要 因为它是两个人一人一下 他必须要跑动 那么而且他互相要让位 所以两个人的这个落点 盯住了以后 是很起效果的 120 秒达 骗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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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好球挺热 哇 你看 这个球 刘高阳 非常精彩 还是太着急了 其实越是在这种情况下 质量非常高 年轻一种人就是需要 这个球推得漂亮 刘高阳应该再沉下心来 这球哪怕摁一下 你不要着急 没把握稳一点 只要保持这种度 就不要太凶也不要太稳 你中等力量把球打过去 但有的时候关键球的时候 谁都想发力 拉大手发大力 就容易动作走样 就是 对 挑打 正手发力 这种球 刘高阳你现在就是说 年轻年 你给风亚人 上台 创造机会上台 对 你不要自己 发大力 你可以发力 但是一定要有控制的发力 能到台子上 最好中等力量 明显一发力就一球了 就调了 动作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对 要求太高了 一般就想搓死定位 那怎么可能呢 心态很重要 再怎么紧张 面对的再强大的对手 还要有一颗平常心 是的 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嗯 冯亚篮的发球 测拳 漂亮 嗯 这个时候就打着心态 谁都想赢 谁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 人别架起来 一定要松弛 回短 起来拉起来 对了 现在谁上手 谁得分 这时候冯亚篮啊 就要早准机会 尽量地公用正手 来抢拉 把握性能也比较大 质量也比较高 把握性能也比较大 质量也比较高 北京手钢的教练呢 亦是郭彦 另外呢 就是颜之岛 颜永国 是延安的爸爸 延安的父亲 延安呢 在山东卫桥 他是一直分马龙搭班子 打拼钞 今年呢 还在了第一阶段的第一名 杰安地说 OK 匰量 weer 走 我觉得现在打到这个比方 和年轻人运动人搭配 就一定要引导他 一不能太稳 二也不能太兴 能不能考虑到中等力量 注意控制 反大心系 该出手坚决要出手 对对 对年轻运动员 其实现在第一保证的是上台 白短 上台 上不了 真上不了 这个球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球 没有道理失误的 这就是上台 像你说的上不了台 上台不那么容易 打到关键球的时候 上台真的不容易 是啊 男在这个地方 心理的比动站得很大 拉起来 两分球 这样7比5 黄亚兰 刘高阳 我觉得现在可能背后还是冷汗 拿下了这场双打 所以像杨领 咱们那个时候比赛的时候 教练到关键球的时候 几乎没有什么战术 上台 就是上台 把球打到台子上 都不准备了 感谢观看